我都不敢相信 这是天府广场连接春熙路的一个地下山 曾经人山人海不难求 现在已经全部得比了 跟地上的繁荣性 天明的对比 大门紧闭 橱窗蒙城 一片萧条景象 昔日的热闹仿佛只是一场遥远的梦 今天双十一啊 来到了百年冬生场 很久没有来了 这里是惠龙哦 这里有些冷清啊 都是出租的 没啥人啊 这经济不要完了吗 双十一 门店没有人啊 这计划没有变化 我还说只有两月回家关键了 没想到先那个房价了 我们楼下这个店面又倒闭了 我来这个小区一年了 倒闭五家了 和你们透露一下行业将会有很多大的爆雷将会发生 我知道的消息太多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种跑路的可不是一家两家 接下去跑路会成片成片的跑路 而且是套现跑路 而且是恶意套现跑路的 那金额不是几百万 甚至上亿的都有 据说浦院 平湖将会出现大面积的这样子 包括杭州 包括整个产业链 据我现在已经知道的 那就是成片成片的 那不是几家 而是上百家 几百家 已经出现这样的 再这么搞下去啊 我看下一个一两年啊 那老百姓也都快结不开国了 你们所谓的镇兴乡村 难道就是修几条路 安极闪路灯 然后再摆几个垃圾桶就完事了 就代表着农村变好了 农民变富裕了 是吗 真能在那开玩笑 这和那些外表穿着人模狗样 那里边连内裤都没穿的家伙 有什么区别啊 这不就叫做空有其表吗 最让人气愤的是 你们不知道从哪儿 听来的那些所谓的调研报告 说什么人均收入增加了多少多少 平均又提高了多少多少 存款又涨了多少 你调研谁了 你撒谎 你都不带打草稿的 绝对想不到 今年的实体门店有多惨 超出你的想象 就拿南长街来看 花店关门 白茶店关门 餐饮店关门 从八月份后 顾客就没多少 这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你说这生意不好就算了 一天卖几十块钱也算了 竟然又来个同行 这可让人怎么活呀 现在连几十块钱都卖不了了 这么多车子设备花了那么多钱 我该怎么办呀 我不想努力了 我想找个老头 吃香喝辣 裤衩子都穿最大 哎呦你们 这经济 经营二十多年的肯德基 现在也撤了 大福元二店 现在这大人发的经济 也不好 里面没有人 周边的商铺 以前这老之前了 现在 没人 哎呀 啥整 怎么能让实体店更好一些 你说我们有14亿人 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记得只有4个人呢 一个连诺贝尔奖官方网站都打不开的国家 竟然想获得诺贝尔奖 七点钟 这家理发店没人 这家理发店也没人 这家理发店 他也没人 老板在那打游戏 这家是个小工作室 有一个人 这家直接灌门了 我靠 现在这生意这么难搞的 韩国人不吃不喝15年 才能在首度买套房 而我们不吃不喝15年 而我们不吃不喝50年 而我们不吃不喝100年 也能在首度买套房 小平米的 说现在养牛赔钱 今年最他妈惨 连续赔两年 我们辽中区养牛的基本50%以上 负债 该银行钱 该基金还不上 如果今年养牛再能赔上 四项文言牛犊人再能赔上 这要出问题 我感觉啊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真的 整个都赚不起来那么多 你看啊 首先深秋上了4万的货 还有2万没回本 然后呢 还有两个多月过年 羽绒服还没上 羽绒服就是少进一点吧 那也要个三四万块钱吧 还有就是最头痛的是 现在的温度天天二十几度 你不上羽绒服吧 还有两个多月过年了 就没天卖了 你上吧 店里的深秋都没卖 堆得满满的 现在的社会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了 需要的只是你的学费 一年五六万的学费 省下来给孩子 让孩子早点步入社会工作 不一定是坏事啊 招聘个医院护理港 动不动都要研究生 比学历更难的是普通人国考 要求的政治面包 正常排队个五年 能不能入得上 你来说 完了兄弟们 所有的中概互联血崩 所有的人民币这家资产 全部暴跌 最恐怖的事情是 离岸汇率已经7.25了 很多人对汇率没什么概念 我给你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现在有一家公司 它价值100亿美金 在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情况下 在老外的眼里 就相当于你100亿美金的公司 市值其实在缩水 你原来的100亿美金 可能就只值90亿美金了 汇率波动 对于外资 对咱们的定价 是非常受影响的 这几天所以你们就能看到 其实A股跌的 其实还行 也就一个多点 前两天一个点不到 但是你们看看港股 港股外资是最多的 港股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暴跌 今年双十亿敞的不能再惨的 你看这些电商把实体干到了 实体干到了 没来 没想到几年之后 这电商有一些都不行了 只有几个头部的主播 保持着销量 让少部分人就业 让大部分人失业 电商就是干的这么变态 假货 往天飞 希望大家还是要重视实体进行 走一走 这些电商把实体进行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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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走